结婚前,一月,我遇见自己的初恋 义无反顾毁了婚 决定嫁给她 甚至未婚先孕 逼迫父亲答应这门婚事 我成功了 我妈抛弃家庭后 我跟我爸生活 单亲家庭的孩子总是敏感的 我也一样 在我爸跟第二个后妈有了他们的孩子后 我选择叛逆 试图引起他的注意 但他用钱弥补对我的忽略 我以一种扭转的方式逐渐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光 由此也注定了之后的那段不幸 在我27岁的以前 我认为在男女关系上 有点混乱是受我爸的影响 那些男人都不值得我爱或是想去爱 两者有很大区别 前者是基于一定的事实考察 而后者很大概率是出于主观冲动 我妈是我爸第一任老婆 我永远记得她离开家时 天空阴霾 还蒙着一层雾 阴沉沉地易如我的心情 那年我四岁 我爸做生意亏了很多钱 背一屁股债 我妈陪着我们过了半年的苦日子就走了 他们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我妈背叛了这个家庭 我对她没有多少怀念 何况我爸尽己所能给了我双倍的爱 我爸是个舍得吃苦的人 我们艰难的日子只延续了五年 她就翻身做回老板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转变我迎来了第一个后妈 她明明很讨厌我还要装出一副好妈妈的样子 我同样讨厌她 我偷偷拉着我爸求她 我不想做别人的小孩 爸爸 是不是你也讨厌我所以才带那个阿姨回家 说完我就哭了 不是扯着嗓子 哇哇大哭那种 而是紧紧咬着嘴唇 故作坚强地流泪 爸爸最爱沙沙 你不喜欢的人爸爸也不喜欢 我爸心疼得紧紧抱着我 不到半个月她就跟女人离婚了 我不喜欢陌生的女人插足这个家 可我爸没有中断重新组建家庭的心思 我不知道她是心理跟生理都需要一个女人来填补空虚 还是单纯地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十二岁那年 我迎来了第二个后妈 这个女人是我小姑介绍的 她对我没有当面一套 背面一套 我对她谈不上喜欢也没多讨厌 我问我爸 你跟这个阿姨会生小孩吗? 这个问题在我心里憋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害怕面对将来未知的岁月 但更害怕她会跟有些重组家庭的父亲一样 一切以后妈跟他们的孩子为中心 她摸着我的头笑了 不管我跟你阿姨会不会有小孩 你是我第一个孩子 在我最难熬的日子里 你是我奋斗的希望 所以没有谁能比过你 我松了口气 但在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出世后 我的不安日渐放大 我内心越来越矛盾 一方面觉得婴儿需要父母更多的关爱 另一方面又觉得我爸对弟弟的爱超越了我 我开始讨厌回家学会叛逆 逃课、早恋、学小太妹跟人去酒吧玩 似乎只有这样才是有意义的青春 或者说我想通过变成坏孩子的方式引起我爸的注意 为此我爸很生气也没少骂我 但骂过之后又会给我一笔钱做弥补 在他看来我失去亲妈关怀的主要责任在他 可我要的根本不是钱 我爸生意越做越大也越来越忙 他空闲下来那点时间只够分配给后妈跟弟弟了 他总跟我说 莎莎 你长大了要慢慢学会用成人的思想去看待 思考身边的人和事 包括这个世界 是啊 所以你不用管我 我听烦了这种说教 我肆意地挥霍着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 我放逐了自己 毕竟这个世界上没人爱我了呀 大学毕业后 我爸送了我一辆三十多万的车 我开车出去玩了大半年 我找不到未来的方向 可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还是想回家 到家门口刚把车停稳李严谨 就兴奋地跑出来 他围着车转了一圈后 坐进副驾驶 姐 趁妈不在家你 带我出去兜一圈呗 我下车 绕过去 板着脸一把打开车门 兜屁的疯 赶紧下去别让我说第二遍 从这个弟弟分去我爸的宠爱后 我就开始讨厌他 包括那个更小的妹妹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李严谨 打小就沾我 我给他磕糖都能乐得跟小傻子一样 我上大学的时候 他隔三差五打电话 我烦得不行 他再打来我确定没要紧事 就会直接挂 在之后 他就很少打了改成写信 每个月雷打不动的 我都会收到一封 里面巴拉巴拉一堆废话 很多时候 我都想不明白他到底在坚持什么 李严谨两只手紧紧地抱住座位 靠背 姐 就一次行吗? 你不同意我就要哭了 你想想一下那个画面 还是挂着鼻涕那种 你恶不恶心? 我翻了个白眼靠在边上 有点烦躁想抽烟又忍住了 他软磨硬泡继续求我跟唐僧念经似的 我不想被超度深深吐了口气做回驾驶位 系好安全带 回头 你妈知道了自己跟他解释 放一百二十个心 他激动地拍着胸口 怎么说 我也是小小男子汉 哪有让你帮我背锅的道理? 我懒得看他嘚瑟 车子驶入江宾大道后 他兴奋地嗷嗷叫 姐 你是咱海城最洒的美女 我是最酷的仔 欢迎回家 我勾了勾嘴角 这种别样的迎接方式感觉似乎不错 当那辆车从右边差到急速冲出来的时候 我下意识地往左打方向盘 我知道左后方有车可我来不及想更多 我无法想象如果不这样避开那辆车 直接撞上右边会是什么后果 连续两道猛烈地撞击后 我的车倒翻在中间的隔离带上 我努力维持清醒不停地喊李严谨 他没有回应 那一刻我整颗心都沉下去 我后悔为什么没像以前一样冷漠地拒绝他 醒来时 我爸守在病床边 我艰难地问他 李严谨呢? 他有没有事? 我爸摇头 别担心 他左腿骨折伤得不重 你才该好好养伤 对不起 我没想到 我差点就害他失去了心爱的儿子 也失去这几年唯一没有被我的冷漠距于千里之外的弟弟 没有人能预料意外什么时候来临 作为姐姐 你这次做得很好 等我精神好一些后才知道那辆冲出来的车涉嫌醉驾 谁能想到大中午都会有人喝醉了飙车 值得庆幸的是我当时下意识地反应避开了最危险的撞击 事故后 从我那辆车的尾部右侧就能看出撞击力有多大 换成副驾驶位的话恐怕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 李严谨能下床就来看我 姐 对不起 都怪我不好 是我任性害了你 看他哭的鼻涕都出来 我嫌弃地瞥了一眼 把眼泪鼻涕都擦掉好好说话 我都靠挂葡萄糖维持了你还想把我恶心吐啊 他赶紧抽纸擦了一把 又气鼓鼓地瞪着我 我那么伤心你 居然还嘲笑我 果然是天底下最冷漠的姐姐 我冷哼一声 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她每天都会来看我尤其是她妈在的时候 更是磨磨叽叽找各种理由留下 我知道她妈嘴上不说 但心里怨恨 我没有权利为自己辩解 毕竟确实是我开车带李严谨出去才会让她遇到危险 出院后 我搬去了城郊的房子一个人住 无论李严谨怎么闹我都没单独带她出去过 我拒绝跟家里任何一个人走得太近 我觉得越来越孤独 尤其害怕晚上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 我开始频繁交男朋友 我早不是什么纯情少女 身体得到满足后 心灵才没那么空虚 我爸恨铁不成钢地指着我骂 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你交往的那些人没一个好东西 你知道他们背后怎么说你吗? 说我是公交车? 我无所谓地笑了笑 男欢女爱天经地义的是 为什么就认定上了床就是女人吃亏呢? 我需要他们的时候可以是女朋友 不需要同样能一脚踹开 我很清楚现在的生活有多糟糕 可我没有想要追逐的光 沉沦或者清醒又有什么区别 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说这种话? 我爸愤怒地抬手就要打我下一刻又无力地垂下去 沙沙 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是个失败的父亲 从你把杨丽带进家门那天起就注定了这个结局 你嫌弃我乱交男朋友给你丢脸 觉得我缺了男人活不下去 可你又比我高贵在哪? 你娶了三次老婆 你不也缺了女人就活不下去 我歇斯底里的大吼 杨丽就是我第二个后妈 她对我自然不能跟自己的亲生子女相比 但生活上也没苛待过 可我就是恨她 她为什么不跟第一个后妈一样讨厌我 为了钱像个卖身女一样贴着我爸 我爸的巴掌还是打在了我脸上 她既愤怒又失望 你根本不明白一个家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她走了 我的日子依旧浑浑噩噩地继续 我想我大概会在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里逐渐消亡 入秋的时候 我得了重感冒蜷缩着躺在床上 我不想吃药更不想去医院 我凝视着雪白的天花板 想着就这样孤寂地死去 不打扰任何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敲门声响起 我装作没听见 李严谨前两天说她跟老师启程去省城参加数学竞赛要好几天 死皮赖脸地磨着我给她加油打气争取第一 所以不是李严谨 那就是无所谓的打扰者 沙沙 沙沙 开门啊 小姑焦急的声音隔着门传进来 我冷笑 一把扯过被子 连头一起蒙住 杨丽是小姑介绍给我爸的 我连着她一起恨上了 可能是蒙着被子的缘故 我的头越来越沉 似乎快喘不上气了 模模糊糊间感觉有人进了房间 有小姑的声音也有别人的 好像还有我爸的 怎么可能呢? 那天之后她除了给我卡里赚钱 我们一句话都没说过 她不是已经放弃我了吗? 我是高烧导致的昏迷 小姑说再晚一点就要烧成傻子了 我自嘲地笑起来 傻了更好 你们把我丢去精神病院也没人会笑话 不是吗? 她本来是跟我开玩笑 这下笑僵在脸上 莎莎 你真的是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你爸再婚的是吗? 每个人都有选择伴侣的权利 就因为你妈妈的背叛所以连你也要剥夺你爸后半生的幸福 我用力撑起虚弱的身体增加我对小姑的对抗气势 可我爸承诺过我会一直带着我 直到我找到可以托付终身的爱人 即便到了那天我依旧是她最爱的孩子 永远都是 可她没有履行诺言 就跟我妈一样是个骗子 说完我哭起来 我都忘了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小姑沉沉地叹了口气 你爸现在一样爱你 但她不仅有你一个孩子 难道你要让她不去管严谨跟彤彤吗? 你没有亲妈疼爱 是不是也要让他们失去爸爸的疼爱? 他们有什么错? 他们的出生就是错 最大的错就是杨丽介入了我跟我爸的家 我用力地锤打着床檐怒吼 病房门砰的一声被打开 我爸冷着脸走进来 如果一个孩子的出生有错 李莎 那你呢? 爸 你终于说出来了 我浑身颤抖着说出了长期心埋余底的恐惧 在你看来 我妈离开你的 根本错误在我身上 如果不是我小时候 三天两头生病 你就不需要冒险做生意 就不会亏钱负债 导致我妈离开 我是罪魁祸首 那你生我做什么? 生育是你能决定的呀! 这些是我奶奶经常抱怨的话 她恨我妈也恨我 直到我爸又赚到钱且越赚越多后 才不说我是个灾星 可那时候我身体若生病 是我愿意吗? 我妈离开我们又是我希望的吗? 就算我爸意识到我奶奶拿我出气搬出了老宅 可她除了一句小孩子、不懂事、别乱说之外 从没解释过 我爸愣住了 小姑瞪着她骂 不愿意好好说话 就出去 你们父女俩闹到现在的地步 就是不会好好沟通 你要拿出在生意场上跟客户过招的耐性多关注一下 莎莎的成长她会变成现在这样吗? 不是我不关心她 你也不看看她从严谨出世后是个什么样子 我爸目光复杂地看向我 我跟她对视坚决不愿表露半点软弱 她早就不是我引以为傲的那个好爸爸了 小姑见她这副样子气的大喘气 好 那就说说严谨 你对严谨那么严厉 就因为她是男孩吗? 你很清楚她的到来对莎莎的冲击有多大 你让她处处想着一个对她冷漠的姐姐 因为她分走了一份父爱 可她也是个孩子凭什么要承担你的责任? 这番话像一记闷锤重重地砸在我心上 原来成天笑呵呵的李严谨也觉得委屈 我把她推多远 我爸就会把她推回来 她那么懂事不是天生的 她才九岁 我跟她一样 年纪的时候是我爸手心里的宝 我爸沉默了 好一会儿才艰难开口 莎莎对我重组家庭的是很排斥 她心里一直怪我也恨杨丽 严谨打小就喜欢莎莎 所以我才想着他们姐弟亲近一些 让她感受到家人的温暖 是我错得太离谱 你心里怎么想的完全可以对莎莎说出来 她已经是大人了 小姑姑拍拍我爸的肩头 你们父女俩聊吧 别聊太久 莎莎还病着呢 小姑出去后 我爸提着凳子坐到床边 你姑骂得对 我总想着你 渐渐长大心思 太敏感 我说什么 你都不会听 你成长的关键时期 我没有尽到一个好父亲的责任 她说了很多 听到后面 我又忍不住流泪了 我也在忏悔自己犯下的错 我才二十三岁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 婚姻和为人父母 这两样 我只是凭借自己从书本和生活中看见听见的来判断好与坏 也许就像我爸说的一样 只有亲身经历了 才懂得珍惜和悔恨 我开始渴望找一个能达成心灵沟通的人度过余生 再生一个或者两个孩子 叫他们盘山学步 成长 在此之前 我需要一份工作 想找一个优秀的伴侣 首先得自己优秀 可能是受我爸影响 我不想去公司从个小职员做起或者挤破头一样考公务员 我想自己做生意 可具体要做什么生意不是想到就去做 可行个业太多了 我必须有自己的精准定位 考察了海城的市场后 我决定做美容养生会所 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学习 技术方面 我可以不精通 但必须摸清楚 这个行业如何运营管理 我爸支持我的想法 他给了我一张卡 里面有两百万 本来就是给你准备创业的 房子 你要找林杰 铺面的话也有现成的 装修这块 我跟你小姑说过了 到时候找你姑父就行 爸 谢谢你 我干脆利落地收了卡 走的时候 又笑着说 等会所营业了 让阿姨免费体验一变高级VIP服务 我找的可是有证件的专业团队 站在宫廷的角度上来说 杨丽已经称得上一个合格的后妈 当我换一种心态 去看她对于李严谨 因车祸受伤有怨气的事 也能理解了 毕竟没有一个母亲 不担心自己的孩子 我爸也跟着笑起来 姑娘笑静得她一准去 从办证、装修、招聘到员工培训 花了半年时间 开业头一天 我爸带我去车行给了我一把钥匙 他指着那辆红色酷炫的跑车 单独送你的开业礼物 既然开始自己的事业了 肯定会结交新的朋友圈 对于有些阔太太来说 门面很重要 我笑着接过来 爸!你给我那么多 可要跟严谨还有彤彤好好说 让他们知道 你留给他们的不比我的少才行 那是必须的 我还能在一个坑里摔两次 我爸摆摆手 行了 去开一圈感受一下 会所开业前就做了足够的宣传准备且专业人员配置到位 再加上 我爸跟我小姑他们的人脉初步运营效果非常不错 事业上有了笨头就轮到婚姻了 可我对身边凑上来的男人不感兴趣 我小姑旁敲侧击地提起结婚的是 以前我们不喜欢你胡来 但你现在一门心思放在会所也不行 女人过了三十生孩子 对身体不好 我爸也提过几次都被我三言两语打发了 我的理由很充分 一群软饭男跟凤凰男仗着自己多了三两肉 就想找个TMG想替吃呢 原本我也坚定要找个心灵契合的男人 但这几年下来 跟大海捞针一样 我也不指望了 我有自己的事业 也不缺钱 实在不行到了年纪选个 品行不错的就行 小姑是个行动派 她这么说 估计是有看好的人了 我眨眨眼问她 你挑的人 我爸是不是也知道 何止知道还熟呢? 小姑笑了 去年你爸不是去云江市那边开发温泉度假别墅吗? 富士长龙瑞分馆这块打交道的次数不少 敢巧龙瑞她儿子也到了结婚的年纪 人不错比你大一岁 见小姑那么热心 我也不好泼冷水 就顺着往下聊 她做什么工作的? 工作时髦得很 就是最近很火的那种什么网络平台团队运营 旗下签了不少网红主播 她自己赚的钱都买两套独栋别墅了 什么团队不团队说穿了不就是资本运营呗? 我收起玩笑态度 小姑虽然我不懂这里面的水有多深 但绝不是百十万能操纵的 谁能保证那些钱是干净的? 不是我阴谋论 龙瑞有权想要钱有的是人颂 她儿子搞运营团队 其实资本是多少? 五百万还是一千万甚至更多? 钱哪来的? 小姑看起来有些不高兴 行行 你不想认识就当我没说 如今 各行各业的竞争力都大 我不知道小姑想拉这条红线到底是为了我好还是掺杂了别的目的 但我绝不能让我爸也生出这种心思 也不会让自己的婚姻沦为利益交换的工具 我趁我爸回来的时候 单独跟他聊起这件事 爸 你也觉得我应该尝试着跟龙瑞他儿子交往看看? 不是应不应该? 我是想着你年纪不小了 在海城又没看得上的那就换个地方 她语重心长地说道 我知道你担心龙瑞以权谋私 又通过他儿子那边洗钱 但据我所知龙瑞没有出格的地方 如果我还是不想跟他来往呢? 我爸叹了口气 我不勉强你跟谁交往 但我希望你早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我不能一辈子陪着你护着你 也不会逼着你结婚 但朋友跟家人是不一样的 看他操碎一颗老父亲心 我也不忍回绝得太难看 好吧 我试着交流看看 但谈不来那位龙市长迁怒在工程上卡你的时候 你可别怪我 他这才高兴起来 你老爸 我又不是才步入社会的愣头青 要连这么点关系都处理不好早回家种田了 再说龙瑞能做到市长也不是那种为了儿女小事就乱来的人 我跟那位市长儿子交流不到两个月 连男女朋友都没确定 就互相拉黑了 我承认自己 先入为主地认定他存在非法收入 所以说话时不时冷嘲热讽的 人家做惯了少爷派头 也受不了 我这种脾气 不过有一点还真不是我冤枉他 为了证明 我不是故意拒绝我爸的好意 我没少花心思找人帮忙调查 结果可好 这家伙还是个海王 我爸见我摆出来的证据实脸都绿了 就这德性还是长儿子呢 得亏你没被忽悠 不然我真会让人揍他 之后再有人拉欠宝梅 我爸就谨慎多了 在调查对方背景之前 绝不拉到我跟前说 我爸打开手机里的照片 苦口婆心地介绍了一堆 沙沙 这个你要再看不上 我也不知道上哪帮你找好男人了 照片里的人说起来 还跟我们家有点关系 确切地说是跟杨丽有关系 对方是他表叔的儿子叫宋正 大学毕业后 考了编制前不久 刚调来海城市组织部 杨丽对此不好多发表意见 对我温和地说 你觉得行 那就先当朋友处 不行 也不影响什么 反正我跟他们家也没多少联系 只是明面上的亲戚而已 我仔细看了一眼照片 宋正的长相偏端正类型 就照片而言我不讨厌 我加他微信试着处处看 宋正不是个有情调的男人 但他在一些细节上会礼貌地顾及我的感受 可以初步确定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 随着时间的延续 我们的交往比朋友多了一丝暧昧 但比起恋人又少了一份心动的感觉 这天他送我回家后 我没有立刻下车 转头认真地问他 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吧? 或者说了解我以前的经历 他点点头 绝大部分人结婚前都有交往男女朋友的经历甚至更深一层的接触 在你之前我也有过女朋友 所以我没有权利从自私的道德层面上记恨你的过去 虽然没有擦出火花那样的浓烈感情 但对他比较坦诚 这一点我是很满意的 既然没有太深的感情 我选择打直球 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差不多一年了 你有结婚的打算吗? 他笑了笑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选你是觉得你是个有责任的人 作为家人会感到温暖 那你选我又是为什么呢? 如果他说什么 我爱你之类的 我会立马下车离开并且果断分手 违背本心的承诺 我不需要 他考虑了一会儿 很奇怪 我想跟你结婚也是基于同样的判断 你不会背叛家庭抛弃孩子对吗? 当然 那不就行了 我们对于婚姻有同样的标准 就不会有太大分歧 没有几对夫妻永远活在爱情里 这样的话你的准备可以落到实处了 说完我笑着下了车 我爸很满意宋正 双方父母商订婚事后就开始筹备婚礼 日子定在半年后 我以为我会跟宋正结婚 生子 而后平平淡淡地过完后半生 但江明卫的出现打破了我对这段婚姻的认可 我跟很多女人一样渴望跟爱慕的男人结婚 哪怕她在别人眼里并不优秀 江明卫是我高中同届不同班的校友 我对于她的爱慕源于高二时候 跟同学晚上出去玩遇上小混混 被调戏 我二话不说 跟个小太妹一样抡起烧烤摊的塑料板凳砸过去 场面混乱了没一会儿就被压下来 江明卫跟朋友出来吃晚点正好路过 她认识那活小混混把人叫到旁边说了几句话 对方就跟我们道歉 过了十年 我都清晰记得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同学 跟男生动手是会吃亏的 可能大多数少女都有个英雄梦 我觉得她就是身带阳光拯救弱者的英雄 她跟她姐姐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 她长得帅气篮球打得好在外面 也认识不少人 她姐在校期间成绩稳居年级第一 但我跟她是两个世界的人 她是众星拱月的追逐对象 喜欢的也是性子温柔成绩优秀的漂亮同学 而我是公认的坏女孩 江明卫是我藏在心底眷恋的阳光男孩 我一直默默关注着她 在得知她跟交往了五年的女朋友要结婚后 我就迫使自己去忘记 而现在她们分手了且没有复合的可能 根源于她妈妈看不上那个女孩 只是个卖家乡特产的小贩 还是那种没有扑面只能零散销售的 我加过江明卫的微信 除了年节日互发很普通的祝福语外 没有更多交流 我想试试我跟她有没有可能 很快朋友组局唱K的时候 我们碰上了 江明卫 我记得你 我鼓足勇气跟她说话 她似乎此时才注意到我 威愣之后开了句玩笑 我知道你 海诚炙手可热的儿媳妇人选 很幸运跟你做过校友 记得根知道相去甚远 但我已经不在意这些 我克制住内心的激动 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 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十七岁的年纪 而让我心动的男人离我那么近 这晚之后 我跟江明卫时不时地发微信聊天 闲暇时也会一起吃个饭 我不想跟她做普通朋友甚至好朋友 而是成为她的女人 我知道自己的做法有多令人不齿 我再过一个多月就要结婚了 可我就是没法按捺住自己的内心 我开始试探江明卫 我想任何一个男人 尤其是交往过女朋友的男人 都能区分出暧昧跟正常来往的差异 就是一次 我这样坚定地告诉自己 如果她回应我 那我会义无反顾地奔赴向往已久的爱情 她约我见面 在江滨大桥上 看夕阳是很多情侣都会做的事 她看着远方很平静地说 李莎 你快要结婚了 我呃了一声 所以你知道我在走一条错误的路 但我想知道你是因为我有婚约才拒绝我 还是因为对我没有心动的感觉 哪怕一点 她转过来指示我 以你作为别人未婚妻的身份 我们的关系就止于朋友 我勾着嘴角笑了 有你这个回答就好 很快我就会恢复单身 我先跟宋正提出解除婚约的事 好在我们还没领证事情并不算复杂 我都做好被她骂得准备了 她只是皱眉沉默了一会儿 冲动的爱情在有了婚姻关系后保质期很短 何况人是会变的 有时候你以为的人是什么样也只是以为而已 就算是错的路我也宁愿一直错下去 我的声音带了一丝怒火 她可以骂我但不能贬低江明卫 宋正苦笑一声 好吧 那我 祝你们幸福 当我跟我爸说了 我和宋正司底下已经达成一致决定退婚时 她的怒火可想而知 就差举办婚礼这一步 亲朋好友的情帖都发出去了 你跟我说退婚 你是疯了还是脑子进水 这件事确实是我的错 但我有机会选一个彼此相爱的对象结婚有什么错 只是时机晚了而已 我太爱江明卫了 哪怕全世界的人都反对 我们在一起 我都不会放弃 彼此相爱 我爸眼里的怒火恨不得化为实质 李莎 你怎么那么没底线 起码现在 你跟小郑还是名义上的未婚夫妻 居然跟别人勾打 你的脸呢 我耿着脖子看向他 心理上 我是违背了道德 但我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背叛行为 那个男人是谁 到了需要见家长那天 我会把他带回来 他很好 在知道 我有婚约后 就止步于朋友 使我想跟他光明正大地走下去 我从没想到 你的叛逆会扭曲到极致 我 算了 我拼着这张老脸 不要了去跟宋家退亲 作为父亲 我最后宠溺你一次 仅此一次 我爸很失望 但我坚信等他看到我未来的幸福 生活会为今天的决定感到庆幸 我终于不用遮遮掩掩地跟江明卫谈情说爱 我的眼里只有他 他就是我的光 我一定要牢牢地抓住这道光 但江明卫似乎不急于结婚 他觉得我们还年轻不该被婚姻家庭所累 我有些慌了 感觉下一刻就会失去他 我们可以不跟父母住一起 婚姻会是我们爱的延续 如果你觉得婚后有孩子的问题会影响我们暂时可以不要 他抱着我亲了亲 笑问 你在紧张什么 我又没说不跟你结婚 只是没必要那么早而已 我紧紧地回报住他 我爱了你十年 我不想得到又失去 否则 宁愿没有得到过 好吧 结婚的问题我会好好考虑 他说考虑 却迟迟没有明确回应 我知道他爱婉喜欢自由 但我不能放纵他的自由 我必须用另一种方式让他做出结婚的决定 趁着去旅游的时候 我在避孕措施上做了点手脚 按照日子例假已经推迟了十多天都没来 再等等就能确定结果 我担心空欢喜一场 足足煎熬等待了两个多月 拿到医院检查单那一刻我激动地拿着他亲吻 孩子是我跟江明卫结婚最大的仪仗 我相信他会担起一个父亲的责任 我拿着检查证明高高兴兴地约他见面 他肯定想不到会有个意外的孩子 这是我跟他爱的结晶 令我没想到的是江明卫的惊大过喜 他拿着检查单反复确认 怎么回事 咱俩每次都做了保护措施 怎么还会怀上 你不想要这个孩子 我声音发颤 他丢开检查单一把将我拉过去坐到他腿上 沙沙 我们都还没做好为人父母的准备 如果孩子生下来却没法得到跟别人一样的爱 你觉得他会幸福吗? 如果我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呢? 我推开他站起来 你知道我从小就没了亲吗? 有些感情一旦缺失了任何人都无法代替 我不会做跟他一样的人 如果非要在他跟孩子之间做选择 我会坚定地选择后者 我绝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失去感知这个世界的机会 江明卫烦躁地揉了揉头发 这件事我们好好商量 我也没说不要孩子 可你想过没你爸对我有意见 他能同意我们结婚吗? 他这一点说得没错 但不是阻碍结婚最大的障碍 我定定地看着他 如果我爸同意你会不会跟我结婚? 他愣了一下后 笑道 那肯定的 毕竟我可是你肚子里孩儿他爸 作为成年人 当然是孩子 跟孩儿他妈都要 我放下心来 让他跟我一起去见我爸 他不同意说 我爸突然听到这个消息 情绪肯定很激动 这种情况下 他在场只会把事情变得更糟 虽然有点不舒服 但换一个角度 想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我单独跟我爸谈 我爸当场把检查单撕碎 你胡闹也有个限度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江明卫不是个好东西 在你眼里什么样的才算好东西? 我不想吵架 但他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有偏见 他冷笑两声 你这是铁了心为一个渣子放弃家人 你以为我对他有偏见 可你真的了解他这些年都干了什么吗? 你不就想说他交过好几个女朋友 对我更谈不上什么真心?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同时脚踏几条船 就算是这样那也是以前 有几个人年轻的时候没有封过一段时间 我也一样 所以我不会在意他的过去 我只要知道 以后他只有我一个就够了 我不愿意接受江明卫脚踏几条船的说法 就算真的是 事实我也选择自欺欺人地将之归结为不成熟 我爸看着我好一会儿没说话 眼神里夹杂着愤怒 不解 失望 进而转为冷漠 他接下来的声音跟眼神一样冷漠 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了 我没法阻止你跟谁结婚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 你选这个人的话等你嫁出去就跟家里断绝关系 给你的属于 你剩下的跟你没关系 而且没有嫁妆他家给多少聘离我 一分不留全是你的 我没想到要面临这种抉择 爸!你一定要这样吗? 我只是想找一个有爱情为基础的家庭 当初你跟我妈如果真的相爱她会在你落魄的时候离开吗? 你要搞清楚是你爱江明慰不是她爱你 我正是不希望你不我跟你妈的后尘才不同意这门亲事 我叹口气 算了 我会不会幸福不是你说了算 但我一定会给我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江家来提亲的时候 我爸全程冷着个脸 也把嫁妆的事提了 江明慰他妈陪着笑脸说 这有什么? 你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成了我儿媳妇 将来我一样把她当自己闺女一样疼 我爸阴阳怪气地笑了声 子香母 你觉得这话我信吗? 她见我脸色难看 又添了一句 当然 我也只是丑话说在前面 怎么说 也是我女儿如果你们家对她不好我肯定也会找你们要个说法的 谁家女儿嫁出去受了气做父母的都不舒坦 我也是有女儿的人 理解 江明慰也顺着他妈的话说 叔叔放心 我以前是贪玩了一些 但很快都要做爸爸了会好好对杀杀的 我爸冷哼一声 无声表明态度 不管我爸怎么看待我结婚这件事 婚期都安排在了两个月后 很仓促但没办法 不然我肚子月份太大场面上不太好看 我以为等待我的会是幸福生活 或者说我花足够心力经营的婚姻一定会幸福 可惜这个美梦在我生夏儿子半年后就破碎了 那晚我表弟苏和开车带着李严谨一起来找我 表姐 你赶紧跟我走 看看你以为的好丈夫好男人是个什么德行 李严谨也催促我 姐 你被那个渣男骗了 我们带你去逮个现行 再拖就来不及了 我不敢相信 你们有什么证据 证据? 苏和都要炸了 我朋友的朋友亲眼看见江明卫跟一个女人进了同一家酒店同一间房 在里面一个多小时没出来还挂了免打扰 都这样了总不会是朋友谈心吧 我掐了掐手心稳住情绪 明卫不可能在海城做出这种事 李严谨一边拉着我往车里塞一边说 他要赶在海城那就真是没脑子了 是阳城的商务酒店开车过去最快 也得三四个小时 别磨叽了赶紧的 我想起车祸的事赶紧拦住他 我跟苏和去就行 今晚你就留在这儿 姐 我不能遇到一次意外 就避开所有交通工具吧 你这种心理的改 他一把关上车门催苏和赶紧开车 苏和回头看了我一眼 严谨说得没错 再说 他是你亲弟弟能看着你 被人欺负不吭声 他就是打不过那王八蛋也得摆个态度 我们到酒店房间门口的时候 是半夜三点多 按照苏和那位隔了一茬的朋友说他在大厅肩负着钉梢的任务 他确定江明卫跟那个女人都没出去过 所以人还在房间里 可我瞬间失了揭破残酷事实的勇气 李严谨急了 姐 别告诉我 你要装作不知道继续稀里糊涂地跟渣男过下去 别忘了你是奔着幸福才跟他结婚 但事实上你幸福吗? 我确实没有体会到真正的幸福 婚后江明卫借着工作的由头往外地跑 我看她手机 她还冲我发脾气吵架 而我婆婆在我拒绝拿钱帮江明卫做外貌生意的时候就变脸了 至于江明卫她姐 当初一例促成这门婚事 再发现我爸真的不管我后也变了 她想让江明卫跟那个曾经被他们家看不起而今做短视频火了的女孩复合 可惜 人家不鸟她 这些 我都可以不计较 但江明卫怎么可以背叛我? 我深吸一口气让服务员帮敲房门 借口楼下房间出现严重渗水需要及时进去检查 唯由骗江明卫开了门 她看到我瞬间脸色大变 苏和把人推开让我进去看 当我见到大床边坐着的女人 再也没法欺骗自己了 没想到兜兜转转我也走上了离婚这条路 也许这就是我固执的惩罚 我就不配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走出民政局大厅时 我爸让李严谨把我喊过去说 一家人吃个饭已经定好位置了 他让我跟他坐一辆车 杨丽开我的车带上李严谨兄妹和我儿子 沉默了很久 我流着泪勉强笑了笑 爸!我这是自找的! 他偏头看我一眼叹了口气 人的一生总是通过跌倒和爬起来不断前行 除了生老病死人生 无大事 遇到挫折时 你要学会跟自己和解 才有足够的心力面对未来 我点点头 天色很好 我应该去追逐真正的阳光